那怎么个whatsapp的声音呢 或者是其他声音 第一打开那个对应器 然后第二呢就是 打开那个whatsapp的 那个音乐还是声音 然后你去开始记录 按红色点开始记录 然后呢让它走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 储存 save whatsapp voice 就是储存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第四呢就是 打开open open my file 就打开了储存档案了 然后呢叫open audio 就是打开音乐的档案 然后第五呢 click audio 选择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第六呢就是click details 按三个点然后click details 就选择那个资料 然后最后呢你就会看到 他这个音乐档案了 就是这个 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 这个声音 它是在 存在 这个sd card里头 然后它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音乐档案的名称是voice 声音器 啊 voice 就是这些 那怎么个whatsapp的声音呢 或者是其他声音 第一打开那个对应器 啊 voice recorder 然后第二呢就是 打开那个whatsapp的 声音那个 音乐还是声音 然后你去开始记录 按红色的点 开始记录 然后呢让它走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 储存 save whatsapp voice 就是储存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第四呢 就是 打开 open open my file 就打开 储存档案了 然后呢 open audio 就是打开音乐的档案 然后第五呢 Click audio 就选择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第六呢就是click 就说 啊 按三个点 就选择那个资料 那最后呢你就看到 这个音乐档案了 就是这个 这个音乐 它是在 存在 这个sd card里头 然后它的那个 档案的名称是voice 的名称哦 啊 voice 就是这些 那怎么的whatsapp的声明呢 或者是其他声明 第一打开那个 收音器 啊 voice 啊 第二呢就是 打开那个whatsapp的 声音 那个 音乐 还是声明 然后你去开始记录 按红色点 然后开始记录 然后呢让它走 第二个呢就是 储存 save whatsapp voice 就是储存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第四呢 就是 打开 open open my file 就是打开 储存档案了 然后呢 open audio 就是打开音乐的档案 然后第五呢 click audio 就是选择那个音乐档案 然后最后呢你就会看到 他这个音乐档案了就是这个 这个音乐档案了 他是在 存在 这个sd card里头 然后他的那个 档案的名称是voice 的名称哦 voice 就这些 对啊 ヒ 订请 互相 他的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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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去和我一位, 我要去和你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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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一位。